关系的是现在很无奇的就是进行雷射的治疗近视眼 那么在新竹市有一位李小姐 她在八月中的时候到某个连锁的眼科来进行雷射近视的手术 不过她说到目前为止都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到现在她的左眼还是没有恢复 因此指控诊所处置不大 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走到哪儿都得戴着太阳眼镜 李小姐自称自己的左眼很未光 她说会变成这样 全是因为之前做的雷射近视手术似乎失败了 右眼是比较正常的 恢复速度也是正常的 也没有出现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左眼的话到今天为止 就是也许就是有去测过了 她的复原状况就是一直比右眼差很多 李小姐近视五百多度 八月中到该眼科诊所进行雷射近视手术 她说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半个月 却还没有恢复视力 复诊时提出询问 医师却只告诉她 是切开角膜组织时 割身了 当时像她跟我讲说 不会有任何影响 她是这样回我 对 那我说那你跟我说割身了 也要跟我讲说 以后未来会不会怎么样吗 那当时她是很生气的跟我说 要是你质疑我的话 那你去找别的医生 你可以拿出直接证明来 直接伤害对自己 我们走法律的途径 诊所不认为医疗有疏忽 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 院方和病患各执一词 这样的医疗纠纷该如何解决 恐怕双方还得进一步协调 或者直接诉诸法律 专顺和梦千里玉姿新竹采访报道 对 对 中文字幕——YK